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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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Hammer 我很久沒有跟大家更新我工作的情況 我跟大家說 我已經沒有在工廠做了 真是很開心 在工廠繼續在這裡熬 不過我先澄清一下 我在工廠的工作 其實我都不是很不喜歡的 只不過如果可以選擇的話 我就不會選工廠 就是這樣 我轉了什麼工作呢 其實我就回到我的老本行 因為我以前在香港的時候 我在教會做傳導人的 我現在就在一間本地的教會 即是英文教會 就做一個叫做Youth Worker 叫做青年工作者 這樣 我不知道中文怎麼翻譯 或者可能在香港 你可不是青年幹子 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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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主力就是要做年輕人 其實就是英文人 就是本地人 當然 其實我們教會 也有些香港家庭 我們大約現在 教會裡面有成 我估計有成 十對 十對的家庭 在香港家庭 在我現在回到這間 英文教會裡面 當然 在我這個地方 York這個地方 還有一間 廣東話教會 那邊也有很多人 如果大家熟悉我的人都知道 我的英文真真真真是很差 我可以告訴大家 我的會考 我考了四次 如果我沒記錯 我應該考了四次回考 即是英文 我四次都是不合格的 那還要是什麼呢 我是覺得 我考到一個地步 我覺得 不行了 我要轉做 即如果你認識的話 我會轉到City Bus A的課程 其實City Bus B是正常的 是屬於深一點 通常City Bus A是 一些以前叫做中文學校 即是中文中學的學生去考的 那個比較 相對地淺一點 所以我最後一次考會考 我就不如 不如選擇 試試考City Bus A 應該會比較容易 但我都一樣 炒了粉 一樣都是不合格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的英文真是極其差 那為什麼我會這麼大勇氣 這麼不知醜 我要去申請這份 英文教會的Youth Worker 其實我也有少少掙扎 在這段時期 我在工廠做的時候 我都覺得這份工作不是不好 其實人工對我來說 我覺得是不差的 如果我們 即是我們兩夫妻和阿卡 一起做的話 其實我們生活都叫做 都不錯的 還有些錢可能可以去旅行 但是因為我現在的 這份Youth Worker工作 是Part Time來的 我的人工就變成 所以我都是 所謂減一半 再多一點 因為它不是 完全等於 我在工廠裡面 全時間的人工 那時候我想 就是Part Time 是不是都可以應付到呢 這是其中一個想法 第二個想法 就是想 可以做一份老本行 那既然有機會 會不會試試呢 其實初初我真的很大掙扎 初初我想 我在工廠的時候 他提供 有職位可以申請 其實我第一次想 挺有趣的 但之後已經想 我不會申請 因為我英文真的不行 我連聽 年輕人說話 我根本都聽不到你說什麼 其實做年輕人工作 你聽不到他說什麼 你跟他聊不到 其實你就是廢了 就是做不到事情 是不是這樣 這個真的是 我們香港人的想法 但是經過了一段時間 差不多就來 好像指定什麼 有不同人 也有本地的大英姊妹 也有跟我說 也有香港的大英姊妹 也有跟我說 他說 你為什麼不去試試申請呢 還有一個本地的姊妹 跟我說 他說 我覺得你應該要申請 其實這些大英姊妹 鼓勵之下 我就想了一下 申請也沒有壞 如果不行 我就做回老本行 做回工廠 如果可以的話 咦 這個真的不是一個人為的工作 這個真的是上帝做事 這樣也可以 一個英文不行的人 都可以做到英文人的工作 所以我就膽粗粗 我就試一下申請 這個申請時候 其實有很多欺負的東西 我也覺得是很神奇的東西 第一件事 如果我在香港的時候 申請一個職位 一個傳導人的職位 其實是來來去都幾個版府 是不是 香港的文化 就是什麼呢 就是你interview 就是最基本 之後呢 你要去更教會那裡 跟他所謂的試講 的講一次道 這樣就給大英姊妹認識一下 你看一下你說到什麼 這樣 之後如果大英姊妹都覺得 都可以 他之後再有interview 就是他覺得 都合適 然後就開始談人工 談福利 就是時間 這個是香港的模式 就是以我認識 可能有點不同 就是以我認識 就是香港模式 那麼我打算 都是這樣的 都是interview 就是他知道 我說英文不行就不行 是不是 都是interview 但是呢 當我收到的email 說他接受我的申請 要有什麼預備 我直接打一個突 發生什麼事呢 當然第一要interview 第二 就是同一日 就是當日的interview 之前呢 他說要我打一個 的周會 就是呢 他說是一個真實的周會 他已經邀請了一班 就是教會的年輕人 在裡面 我要打一個周會 就是 他給我的題目 就是 為什麼現在仍然要讀聖經 其實這個課題 對我來說 其實又不是很難的 如果我用廣東話的話 其實就 不是太難 因為他是想著 說半個小時 是要 寫得明是要互動周會 就是不是我講 不是說託 而是互動周會 是有問有答 是有些 大家有 會說話的 的一個周會 那麼其實呢 那一刻我已經 心想大劑 真是大劑 我是最怕 就是 互動的嘛 因為我聽不明白他們說話 那麼其實就討論不了 其實我那一刻有點後悔 哎呀我為什麼要申請呢 就是 因為你那一刻 會很醜的嘛 你又聽不到他說什麼 你又回答他不到 然後你又 繼續不下去 整件事 其實是很 是很難頂的 我自己想到的時候 是很難頂的 但是 那一刻 都去到這一步了 那 都要 努力地去預備 去嘗試去做 那我去到當日了 那我好緊張 對不對 預備了那些 那些廣告啊 在電話裡 預備了PowerPoint 那總之 整個那半小時 我總括來說 其實我覺得 算是交到差的 即是合格啦 對我來說 但是呢 我是做不到所謂 有一個的互動 因為我真是 聽不到他們問什麼 那也都 叫做 最後 完成的時候 其實我鬆了一口氣 啊我終於完成了 這樣 那一結束之後 就立刻就進去房間裡 就interview了 就是三個 三個弟兄姊妹 就見我一個 那這樣 那反而這個過程 反而是容易的 因為他們 他們明白我的 英文不行 所以呢 他們是會盡量 就 就我 去講 慢一點 或者轉一轉 那個問題的方法 去讓我明白 那我自己 又盡量用我的 香港式英文 就跟他們去溝通 那其實 簡單來說 其實是大家溝通到的 就不是溝通不了的 只不過是 要多問幾次 我要多說幾次 他問我 我是不是這樣說 就是這樣 互動比較多 就大家明白大家的情況 那其實呢 那一刻我interview完之後 我就覺得 應該都 應該都沒什麼行的了 應該都沒有機會的了 所以那時候我interview完之後 其實我自己 把心一環就是OK 那我繼續做工廠的工作 那我記得那個人 那天應該是星期五 還是星期四 我忘記了 總之是星期尾的 是不是星期六 我都忘記了 那總之我就把握 決心地繼續上班 上班闖工 這樣 星期一 我記得我上班 我放兩點 兩點我下班 我準備回家 就是拆單車 準備回家的時候 就是 教會的傳導人 就打電話給我 那我看到 咦 打給我 發生什麼事呢 那樣 其實我那一刻心想 會不會 是關於 我申請這份工的事情呢 那我聽你的話 其實呢 真是不好意思 我還是要這樣說 我真是一句 聽不到你說什麼 我只是 我只是聽到 說 他會email給我 其實我只聽到 email給我 然後我就已經 說 那你不如email給我吧 我說我不是聽得完 你email給我 我應該會明白一點的 其實我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總之他就叫我 不停說 說完一堆話 是可以還是不行 還是關其他事 不是申請事 其實我真的聽不到 一句都 總之呢 那我就 收了線了 那我就 收拾東西 我就跟Aka說 我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我只叫他email給我 總之OK 回到家了 試試一下 我就收到email 然後我就看email 然後我就一看 我心想 哇 這樣也可以 他說他請我 然後我也覺得很奇怪 蛤 我還很記得 那天是 4月1號 不是 4月1號 是3月尾 他說叫我 4月1號就開始上班了 然後我心想 4月1號是人節 是不是玩東西 他們 因為你知道英國人很喜歡 就是 說笑 是不是 我心想 是不是玩東西 是不是玩的email 來的 他們玩我而已 那 如是者 我再問一下 那個傳導人 本地教會那個 那個 他說 是啊 我們就決定請你 那樣 其實我心想 那一刻 如果這樣也請得我的話 那他們真的對我 很有信心 都真的 很覺得 我是適合這份工作 這樣 我之後再尋求回一個答案 我也想問 你們有什麼原因 請我這個 不是很懂英文的人呢 其實很有趣的 原來整件事 原來那天 我不是說 結束了大周會之後 就interview 其實中間有個 gap 就是我等了 10分鐘 15分鐘 之後我才進去 原來那段時間 他們那三個 in on 那三個人 就邀請了這班 年輕人 進了房間 原來 他們就問這班 年輕人 問他們的意見 例如 你覺得 hammer 表現是怎樣 你覺得 原來 最後才發現 原來 這個申請 是有兩個人 即連我 有兩個人申請 那 當時他們就問 這班年輕人 你們會選擇那個 還是這個 hammer 那 他就跟我說 他們一致贊同 是選擇hammer 即我看完這個之後 我覺得 心想 咦 他們聽得懂我講話 哈哈 他們知道我講什麼 雖然我覺得 這是香港英文 對吧 但他們知道我講什麼 所以那一刻 我覺得 咦 這裡的文化 真的有點不同 還有 他們是 以我 4月開始上班 到現在 即現在8月 其實 以我跟他們相處之下 其實他們跟 香港的文化 是有一點點不同的 例如什麼 例如 好像這件事 或者跟你相處之後 其實他們是看 那個人 他們 服侍的心 是多於你的能力 是 能不能達到 當然 他不是說你沒有能力 他都會讓你做 而是 當你有 可能你有 因為我做了這麼多年 年輕工作 第一 你已經有經驗了 雖然你不是在文化裡面長大 但是你的經驗是可以 彌補到這件事的 再加上 我的心是想 繼續做回 就是 傳導工作 年輕人工作 可能他 在這個面試中 他看到我的心 多於 我的不足 這個 我覺得是 很 令我 窩心 我都值得尊敬這件事 因為 都真的 如果在 香港 如果我是坐 在香港的時候 你見一個 見公 見一個人 其實真的看他能力 多於看他有沒有心 就是 有沒有心 你 你不知道 是不是 他可以假裝 所以能力是最重要的 他有能力 有理力 他有能力夠 經驗夠 其實已經可能會請 但是他的個人 或者 對那件事的心 其實就不太著重 當然 有些人是著重的 但是 香港的文化就是要快 就是覺得 有能力 就做 這樣 我覺得這個是有少少 跟香港有少少不同的 當然 這個是我過片面的理解 可能其他人不同 也不要緊的 這個是我過片面的理解 而是 我很想說 在這裏 跟他們一齊事奉 我覺得是一個 很好的經驗 真的有一個很好的經驗 是完全不同文化的狀態 我再說一個例子 就是 大周會 通常 香港 就是我 可能其他 其他的同工不同 我帶周會 我就會相對地比較 我會預備頂很多東西 就是我會說我要說的東西 還有 每個主題 是一個主菜 其他東西 周邊的東西 都是 遊戲之後 可能十分鐘遊戲之後 就說 我要說的東西 差不多想說 一個小時 半個小時 其實就是這樣 包著 但是 在這裏的文化 我這間教會 這個 青少年團契 叫做 的文化 原來有些不同 原來他們 是著重於 討論多 就是他們 喜歡 討論多於 就是 導師 講完所有的東西 他們 不是想著 要導師 給他些什麼 而是 導師 給他一些 指引 去想 那件事 我覺得這個是 我要適應的 因為我覺得 咦 最重要是什麼 原來真的沒有答案 他不會告訴你 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是這樣 其實 這個問題 我們應該是要這樣看的 其實他們不是不會的 他們是會 講 我 就是我的導師 我講了 我一個的理解 在討論之下 當有不同的理解的時候 他們是會尊重他們的理解 亦都不會去駁斥 你錯 你不對 當然有些大事大非 你說耶穌 耶穌不是上帝的兒子 這個可以討論 但也會跟他們說 我會覺得他是 這些東西 會所謂 更正他們的想法 但是他們會容許他們 有這樣的思考 和容許他們有一種空間去磨合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趣的 而且我也挺享受的 我覺得 整個信仰是要不同的 大家一起撞一下撞一下 才有趣 就不是我告訴你就是這樣 你不要再說那麼多話了 香港以往是這樣的 但是我自己是喜歡討論的 我喜歡多元一點點的 但是也是同一個問題 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是用英文 所以這個也是我最難去過的地方 其實到現在 都四個月了 其實我仍然在學習著 就是怎樣用英文去跟他們說我要說的話 其實我仍然都要適應 這個也是有難度的 有壓力的 就是都是 經常覺得自己是廢的 這個是長期有這樣的狀態 不過我會覺得 既然首先上帝願意給我在這裡侍奉 第二他們又願意容許我在職位上去 嘗試去服侍這些年輕人 我覺得 那繼續努力吧 又不會死人的 他們是願意讓我去嘗試的 這個就是我家教會的本地人那種文化 他是願意你嘗試 錯是不要緊的 就是你最緊要知道你錯 那你就去改 盡量去學習 去讓事情做得更好 我覺得這個是 我很喜歡我家教會的 就是有這樣的文化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 我現在新功的 一些的感受 和一些小小的經驗之談 雖然我只有四個月而已 但是希望如果你在英國這個地方 重新生活的時候 你要融入這個文化的時候 可能你會有很多的很不開心 但是我也鼓勵大家 繼續努力 不會死人的 希望大家都在英國這個地方 好好地享受這個自由的生活 好 我下次再說一下 我有什麼很特別的經驗 就是特別在教會裡面 和年輕人生活的時候 很多的文化衝擊 我下次再說 好 再見 拜拜